Hello 大家好 我是姑姑老师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如何在家里训练小朋友 四肢觉的专注力游戏哦 那我们总共会有三个游戏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啊 在讨论游戏之前 我们要先来讨论如果四肢觉不好的话 小朋友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像是他可能手眼协调的能力会比较不好 再来是他在看东西的时候 像是阅读文章 他可能会有跳漏字的情形 或者是他在抄写联络簿的时候 或是组装积木 可能再做起来就会不是这么的顺利哦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用这三个游戏 来和大家一起来练习吧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寻宝游戏啦 寻宝游戏要怎么玩 家里是不是都有很多这样子的DM呢 我们可以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图案 形状以及颜色哦 所以我们就可以请小朋友去找出 我们今天可能想要做一道牛肉面 那可以请你帮我在上面找出我们要的食材吗 又或者是 妈妈现在想要吃苹果香蕉跟牛奶 可不可以帮我找出来 或者是你可以帮我把全部都是绿色的东西 都帮我把它给圈起来哦 甚至我们圈起来以后也可以用剪刀 帮它剪剪剪剪剪剪下来 可以去贴在一个小本子上再拿给妈妈看哦 还有还有找找看哪里 对还有可以喝的 请你们帮我找可以喝的 可以喝 什么东西可以喝 我的 对找找看可以喝的 好找完了吗 全部都我劝的 没有他也有帮忙 我们都一起努力完成的 谢谢小朋友 好再来是我们的第二个游戏呢 就是我们的太古达人 我们看到桌上有三个盘子 那它有两种颜色 我们就可以告诉孩子说 待会呢 你看到红色的时候 我们就要手摸头 如果我们看到黄色的话 我们就要手摸肚子 那我们就依序 从这边这样子看过来 所以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就是 红色 黄色 红色 看到什么颜色就做出相对应的动作 我们会发现呢 我们刚刚在看的时候是从 左边看到我们的右边 这个跟我们的阅读顺序的方向是有关系的哦 像是我们有什么东西从左边看到右边呢 像是我们的123 还有我们的ABC 都是从左到右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什么呢 上到下 这就跟我们的啵啵吗 还有我们的国字的阅读方向是一样的哦 红色摸头头 黄色摸肩膀 再一次哦 红色摸 头头 黄色摸 开始 差一点点我们再练习一次 预备 开始 头头 肩膀 头头 头头 肩膀 没错 放 我们还可以再玩到我们的第三个游戏 就是请你跟我这样做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边放出不一样的颜色 然后请小朋友跟我摆出一样的顺序哦 那请他跟我们复制一模一样的 像是第一个是黄色 他就放黄色 再来是红色 再来红色 请他复制跟我们做出一样的 那在家里也可以用积木的方式来代替 再来是进阶一点的玩法啦 就可以请小朋友把这个东西给记起来 等一下呢我拍到什么东西 你要跟我拍出一样的顺序 就像是 记起来了吗 好就可以请小朋友跟我们拍出一模一样的 我说开始的时候你们才可以拍哦 小朋友眼睛是干嘛的 看的对不对 所以等一下要仔细看哦 仔细看哦 我说开始才可以开始哦 还没开始啦 哎哟再一次 直接听说谢谢你有忍耐哦 好仔细看哦 开始 开始 嗯这个黄色 老师敲哪个就敲哪个再一次哦 开始 好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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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再一次 开始 很棒 今天这些活动呢 你们学起来了吗 那我们每天呢都可以陪着孩子玩5到10分钟 我们会发现 孩子他视觉搜寻的能力 在找东西的能力会变快哦 再来是当他这些能力提升以后 他阅读的能力也会慢慢的提升 当我们今天看的注意力变好了 我们习惯把注意力放在看这件事情上面 自然而然小朋友就比较不会去排斥去阅读了哦 好啊 那我们下期再见